对于综艺节目来说,长久的维持其话题度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嘉宾,二是营销,但今年上半年,有一档既不靠营销,又没有流量嘉宾坐镇的综艺,在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奔跑的轻压中杀出重围,在台博和网络中保持着亮眼优势,而且还拥有不错的口碑。 这当中意就是,向往的生活,如今节目已经播到第二季,在豆瓣上保持着8.2的高分,逐MC分别是黄磊、可炯、刘宪华和彭玉唱,二老二少告别都市的喧嚣,吸取压力和浮躁,搬到了江南水乡,住在一个叫蘑菇屋的地方。 节目组规定他们的一日三餐要自给自足,所有的食材都需要靠劳动换取,并且要招待钱来做客的客人,满足对方在食物方面的要求。 从节目设置来看,向往的生活走的是这几年很流行的慢综艺路子,节目中没有过多的剧本干预和游戏环节,也不设定出MC和嘉宾们的性格,只是将大家置于最放松的环境,让他们表现出最真实的性格特点。 节目组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挖掘笑点,与户外同以一味的设置节奏快,难度高的任务,来营造紧张感不同。 向往的生活,为观众呈现的是接地气的场景,老友们在静谧的乡村安闲度日,再配合舒适的BGM和芒果的神后期,有时一个镜头可能就有治愈的效果,一次简单的对话,就能引发观众的共性。 这一季主MC的搭配也非常完美,王磊,何炯是娱乐圈内为人处置很周到的前辈,刘宪华,彭玉唱是尽快爱闹腾,整天有用不完精力的熊孩子,赴黑老狐狸和丹蒙后背碰撞起来是绝对的火花十足,再加上每期节目都会有不同的飞行嘉宾前来做客, 也让这档节目一直保持着新鲜感,虽然向往的生活收视和口碑在同期综艺中表现算是不错,但讨论度却远远不及其他节目,直到这一季马上要收官了,才在微博,豆瓣,知乎上引起了小范围的讨论, 因为上一期节目邀请了飞行嘉宾是妮妮和话题女王,Angela Baby Angela Baby自从不久前在跑南,因为生命期受到节目组优待后,路人口碑就直线下降,这一次做客向往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被大家拿着放大镜观察, 而她这一期的表现,还真的是一言难尽,总结下来网友对她的潮点有这么几个,首先是没礼貌,没内涵,Angela Baby刚到蘑菇屋, 就被门上贴着的嘉宇吸引了目光,但一张嘴就把自己这爱自足,念成了自己发自足, 也许是距离被小徐老师耳其念命的日子过去太远了,她出现了片段记忆缺失,这倒也说得过去, 重点是接下来,她走进院子,正巧与黄磊老师打了个照明,开口就是你好黄老师,做饭啊,太好了,我正饿了, 在她之前的所有飞行家,兵,与黄磊的见面都是鞠躬家落手,同一期来的尼尼,看到黄磊在厨房做饭,也是直接上前拥抱,问得据黄老师辛苦了, 只有贝贝对黄磊的态度敷衍且随意,怎么看都不像是晚辈应有的态度, 还有晚间时,小提琴家吕思青,在演出完顺路来看望黄磊,黄迅,何炯,彭玉畅等一行人,都起身, 以色和思青老师打招呼,她独自一人姗姗来迟,连你给她使眼色,让她给老师打招呼时, 她也当作没看见,直接奔回自己的座位,如果说这些还不能代表什么, 接下来的一件事,才让网友们彻底炸了,饭后是例行的谈心环节, 大家围坐在一起,与思青拉了一手梁柱柱行,黄磊夸奖思青是世界上拉梁柱, 拉得最好的人,异曲完毕,大家都纷纷赞叹思青老师的记忆, 贝贝也是各种花式夸奖,什么小提琴是有情绪的,小提琴是有灵魂的, 最后更是语出惊人,谢谢你,让我的耳朵怀孕, 把黄磊吓得连忙打圆场,当时就有网友在弹幕上气愤的质问, 对着一个高雅艺术家,说,几百年前的网络垃圾流行语, Angel Baby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接着他还自黑自己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 羡慕会乐器的人,在洗完澡后又敷着面膜走到了客厅, 拉起了大华的小提琴,大家都知道玩音乐的人对自己的乐器都很宝贝, 大华的小提琴也是价值不菲,他附着面膜就玩起了大华的小提琴, 网友都吐槽说,他就不知道面膜上的精华会流到小提琴上吗? 除了被吐槽没礼貌没内涵,还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 他太以自我为中心,上期节目里, 王迅为他和妮妮做了两个秋千,秋千做好后, 王迅让妮妮做上去试试感觉,还自责说秋千做得太债了, 而妮妮回首一笑,说瞎不掩语,很好了, 而Baby回来后,看到秋千连句谢谢也没说, 就直接上去做了,玩着玩着还挑剔王迅的手艺不行, 最最让网友不满的还是吃饭池, Baby对黄老师做的红烧肉赞不绝口, 说有他妈妈的味道,还说自己在来之前, 其实是不敢点红烧肉,害怕做不出妈妈的味道, 但其实这道红烧肉是明明点的, 他点的是帝王线,而且他还给自己家戏说, 在外面也不敢点妈妈的拿手菜, 害怕破坏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Hello,您妈妈不是还身体抗健吗? 还有在大家聊天时, 她一个人偷偷在桌子底下玩手机, 被网友抓包, 从截图能看到当时手机屏幕上什么通知都没有, 下一个镜头就是她打开了微信对话网, 这也给人一种不尊重节目, 也不尊重其他人的感觉, 因为这件事, 豆瓣上还有人嘲讽她是娱乐圈独流, 除此之外, 有网友还说, Angela David每时每刻, 都在买怪地少女人设, 不认识卷心菜, 不会包算, 把羊认成牛, 对着老点一阵鸡里咕噜装可爱, 荡秋千石, 还在哼抖音神曲, 没有贬低抖音不好的意思, 与妆感浓重, 刘海油腻的她相比, 年年轻爽的丹马尾才是真少女啊, 从以上种种来看, 贝比不是没有综艺感, 只是把在奔跑里的人设, 沿用到了向往的生活力里, 但这两档是完全不同的综艺, 好能是竞技类综艺, 需要很多游戏来带动气氛, 成员之间也大多在商业互捧, 而贝比在向往里, 镜头奋免远远多于跑男, 这就需要她表现的多一点, 但又恰好少了王祖兰, 邓超, 陈克这些愿意给她接梗的人, 所以贝比的表现就显得非常尴尬, 尤其是当她喊出黄渤的跳起来的梗时, 周围正在喝茶的人全部失谎, 连节目组都打出了尴尬的花字, 有Angela Baby做对比, 原本黑亮不少的尼尼, 都被衬托得真实大方, 情商高有礼貌了, 在节目里全程安安静静干活, 不抢镜, 降低存在感, 不少网友都说第一次get到了尼尼的性格, 通过这档节目对她好感增加了不少, Angela Baby和尼尼在同一档节目中口碑两极分华, 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无论你有没有综艺感, 都要适度表现, 换句话说, 就是要掌握好综艺节目里的分寸感, 综艺感太弱, 可能会沦为节目中的背景吧, 没法给观众留下印象, 但强行给自己加戏, 不仅让其他嘉宾尴尬, 还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综艺感可以天生, 但驾驭综艺感的分寸, 可是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对于跑男的元老级人物Angela Baby来说, 综艺感肯定有, 他缺少的, 只是收放自如的能力, 尤其是在这种慢动义中, 所有的搞笑感都需要嘉宾们自己创造, 这对智商行商和临场反应能力, 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另外, 无论是什么样的真人秀, 都需要那些勇于放下包袱, 乐于展现真实自我的嘉宾配合, 如果只靠嘉宾营造人设, 表演人设, 则只会落得满名的尴尬, 而且对于向向往的生活, 这种层次稍微高一点, 偏重语言交流的真人秀来说, 对嘉宾的内涵也有一定要求, 所以嘉宾们就需要努力提升自己, 融入到节目的调性力, 有句话说的好了, 人真的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去充实自己, 不然你在聚光灯下, 会被暴露得一塌糊涂, 免责声明, 本文转载自外部媒体, 不代表娱乐挖挂正观点,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娱乐圈猛料不婚女什么, 虐童爱, 反思嘉宾造星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